- 今天我們要來說我們自己出的書 - 哇,Amazing! - 今天就過喜歡的日子 - 今天就過喜歡的日子 - 自己說自己的書 - 它這邊還有一個副標 - 布蘭達爾維尼一步步實現心靈與物質自由全紀錄 - 當然應該知道 - 這個不會是我們寫的 - 那其實那個標題跟一些副標 - 還有裡面的一些文字都是出版社寫的 - 對對對就是他們比較專業啊 - 對對對我們就讓他們去做這樣子 - 就沒有特別過問要怎麼去設計啦 - 其實我們原本也是想要一版那個標題啊 - 對對對對 - 那時候是有點想要模仿那個周祖木點士 - 對對對對 - 叫什麼?我決定的自由生活 - 對對對對 - 很好笑 - 那這封面其實也蠻酷的啦 -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呢出版社 - 它有限給我們三四版的封面圖 - 嗯 - 然後都是比較白色系吧 - 比較極簡的感覺 - 極簡然後很簡約的感覺 - 科學版的極簡 - 但是我覺得我們就是跟那樣子的意象呢 - 是不一樣的 - 因為我們家就不是屬於很接班 - 然後收納很整齊漂亮的類型 - 那個不是我們追求的啦 - 對對對對 -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- 極簡就是跟那種意象是很像的 - 但我覺得那樣子的意象可能是極簡 - 但是並不是我們兩個人這樣子 - 所以呢後來呢就說 - 欸我覺得封面圖落可以再深色一點什麼的 - 可能會更適合我們 - 然後那時候編輯他也覺得說 - 欸對對對他也有這樣的感覺 - 所以呢又請那個設計師呢 - 重新再設計一次 - 然後就變成了這一版 - 那我們都還蠻喜歡的 - 因為我們會在公園嘛 - 所以背景是綠色的樹木什麼的 - 所以就剛好好像還蠻適合的 - 嘿嘿嘿 - 但其實齁 - 自己說自己的書 -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- 蠻奇怪的 - 蛮奇怪的 - 因為之前就有一個觀眾 - 他有跟我們留言啊 - 他是這樣講 - 他就說齁 - 想看你們自己解讀你們的新書 - 別人解讀怎麼樣都感覺 - 感覺不如作者本人來得 - 更能夠表達你們的原意 - 拜託了 - 拜託了 - 然後那時候看到這個留言的時候 - 其實會覺得 - 不是很了解 - 就像剛才講的 - 就是說 - 我們已經將過去幾年人生的經歷 - 然後感悟、體悟都寫進去 - 就是整合 - 然後濃縮成一本書了 - 對然後 - 然後再由我們 - 因為在第二次二手的 - 在解讀一次自己的文字 - 那時候就覺得說 - 欸有這個必要嗎 - 因為我們想要講的 - 都在書裡面了嗎 - 不是就是看書就會 - 就是我們的解讀 - 我們對於人生的解讀 - 在這本書裡面了 - 嗯嗯嗯嗯 - 就會怎麼還要解讀自己的文字 - 就是解讀這件事情 - 應該是由別人 - 就是非原作者來解讀 - 會比較適合或合理吧 - 對對對對 - 但很有趣是說 - 還有一次是 - 有人有就是 - 來跟我們邀約說 - 他們要舉辦一個讀書會 - 嗯嗯嗯 - 然後來講這本書 - 嗯 - 然後要請我們去主獎 - 然後就說 - 欸就是 - 怎麼會是 - 叫作者來主獎 - 就是自己的書這樣子 - 感覺應該是 - 由別人來那個分享 - 會比較 - 對吧 - 因為我要講的就是這本書 - 要講的就在裡面了 - 就是在前面今天要講什麼 - 就覺得還蠻妙的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呢 - 而且我們之前 - 其實就也有上一些節目採訪嘛 - 嗯嗯 - 就是說欸其實 - 其實也確實有 - 有我們本人有去 - 分享一些書裡面的內容 - 像我們之前去 - 幼子田的podcast嘛 - 嗯 - 然後還有 - 洪仲清老師的直播 - 然後還有 - 鄧惠文醫師的訪台嘛 - 嗯 - 就是說欸其實我們本人也是有 - 出席一些節目 - 嗯嗯嗯 - 獎上了這樣子 - 所以就還蠻妙的啦 - 嗯 - 然後 - 但最近我就是有看到那個 - Dan 他的最近的影片 - 下面有人留言 - 喔 - 也蠻酷的 - 也是同一個觀眾吧 - 他就講說就是 - 想要請 Dan 來說這本書 - 喔是喔 - 對對對對 - 然後他又提到說 - 啊這本書裡面呢有很多很深刻和與眾不同的見解 - 然後是他看過所有極簡類書籍中最特別的 - 然後希望 Dan呢可以解讀給大家開開眼界 - 這樣子 - 然後說欸Dan的聲音太好聽了這樣子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呢他這篇留言的下面呢 - 就有一個人也留言 - 就說欸這本是我少數有收藏的書 - 裡面的內容真的很有幫助 -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- 在影片下面的留言就覺得 - 欸還蠻感動的 - 對對對對 - 但是其實就是 - 也沒有什麼多想 - 但是就在昨天 - 睡覺的時候 - 我被跟你講這種失眠 - 我就想到這個 - 靈感 - 就說欸那要不然你就 - 來說我們的書好了 - 自己本人的說說 - 我們最近在那個我們的那個 - 布蘭達的Podcast裡面聊了很多書 - 對對對對 - 但沒想到接下來就要講這本書 - 對不對 - 還是說我們的書 - 是有一點 - 太另類太難以吃下去了 - 所以還是需要做一番解讀 - 其實是我會覺得說 - 如果生活 - 如果說生活是跟 - 比較一般大眾比較相像的人的話 - 我覺得看我們的書 - 可能第一次會有點沒辦法get到 - 可能要讀看幾遍 - 對對對對 - 有些人說看了我們的書之後 - 覺得感到很害怕 - 對對對對 - 覺得就是跳太快 - 膽戰驚心的看這本書 - 對對對對 - 所以可能要有比較 - 像自由業或是說 - 比較有冒險精神的人 - 可能看這本書會覺得 - 比較看得懂嗎 - 對 - 或者是說INFP或是水瓶座的人 - 比較可以接受 - 對對對 - 外星人的思維 - 對對對對 - 那我就想說 - 反正2024年跳出舒適圈 - 就想說我們可以來聊這本書 - 然後我們就一頁一頁看 - 然後就講到八分鐘之後就停下來 - 好好 - 這樣也不錯耶 - 對對對 - 現在已經講到六分鐘 - OK OK我也講了 - 然後每一集就講八分鐘就停下來這樣子 - 這樣剪片比較不太累 - 對對對 - 這樣 - OK不錯期待你的說書 - 笑死欸 - 有沒有最近在那個 - 泡開時裡面聽你說書 - 我也覺得收穫很多啊 - 嘿嘿嘿 - 但我沒想到會講這本書 - 好笑耶 - 就是不知道內心會帶你走去哪裡嗎 - 嗯哼哼 - 這本書 - 一開始就是講 - 哈哈哈哈 - 講說我們住在怎麼樣的環境裡面啦 - 因為其實住在怎麼樣的環境裡面 - 其實是大家最care的嘛 - 因為可能除了上班之外 - 工作之外 - 你會需要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 - 嗯哼哼 - 或者是說生活的地方 - 可以睡覺的地方 - 對對對對 - 尤其是一定要在室內嘛 - 對阿 - 其實室外是也蠻好的 - 我們講說我們那時候就是住在 - 一個空間不到食品的小套房中啦 - 現在其實也是 - 我們其實也可以剛好 - 可以來對應一下說 - 當時寫書的那種狀況跟心情 - 然後現在過了算是一年之後吧 -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- 其實我覺得有 - 嗯哼 - 就是改變很快齁 - 對改變真的非常快 -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的是 - 那時候的我們跟現在的我們 - 到底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- 那我們可以順便應證檢討一下 - 呵呵 - 這等於是說齁 - 一年前的我們 - 在講七年前的故事 - 然後跟現在後一年的我們 - 來重新看過一次 - 而且過去現在未來 - 有沒有 - 都現在 - 下一點一些 - 都現在這時候齁 - 對阿 - 那時候我們就是住在沒有 - 廚房的地方嘛 - 現在也是 - 也沒有 - 然後呢沒有沙發 - 然後沒有衣櫃 - 所以是有衣櫃啦 - 衣櫃通常都是房東附的啦 - 因為它就要黏在牆壁上 - 對 但是衣櫃我們都沒有用 - 就是是吊在一個衣架桿上面 - 就是它讓它可以通風 - 然後要拿的時候也好拿 - 就是不用再開門 - 對對對 - 懶成這樣子 - 連開門都不想開 - 對對對 - 然後就也沒有書櫃 - 也沒有書桌 - 沒有冰箱 - 沒有出事機 - 沒有空氣清淨機 - 沒有洗衣機 - 沒有吸塵器 - 沒有氣炸鍋 - 電鍋 - 這些都沒有 - 那現在過了一年之後 - 你有覺得說哪個東西沒有 - 到現在是覺得有點後悔或困擾了嗎 - 沒有 - 那是書櫃是直接就是疊在地上就好了 - 對對對對 - 沒有困擾 - 那有更好嗎 - 其實我覺得我們一點都不特別啦 - 因為像 - 我不曉得我們以前的影片可能也有提到有一個日本的女生 - 就是一個爆炸頭女生 - 她就是 - 也是用 - 過著一個完全沒有電器的生活 - 但是她還是有自己煮飯 - 她也有出書啊 - 對 - 然後她說她都是買當天的食材嘛 - 然後當天就煮完 - 所以呢就不會有需要冰起來的狀況 - 對對對 - 那她買的一些蔬菜啊什麼蘿蔔啊水果之類的 - 對 - 有些其實也不用冰啊 - 對對對對 - 就是放著就可以了這樣子 - 通風處 - 對對對對 - 欸那我有看到那個阿轉 - 她們家就是可能有在自己種菜 - 種櫛瓜啊 - 種番茄什麼的 - 然後都吃不完 - 好羨慕耶 - 超棒的 - 超棒的 - 自己會種菜真的是蠻不錯的 - 漂亮啊 - 只是說就是要有土地啦 - 而且也需要有那樣子的技術學習 - 才有辦法這樣 - 而且我覺得可能一個人也沒辦法做得來吧 - 對 - 就是需要夥伴或者是家人 - 可能才有辦法這樣子自己自主這樣子 - 其實我覺得那真的還是要有一定的興趣啦 - 因為我覺得她也是蠻技術的一個事情 - 的確的確 - 因為之前其實我們有試過 - 對啊對啊沒錯 - 而且你要定期去顧 - 要看她生長狀況然後定期的去澆水 - 像我們過年回姨媽家 - 兩個禮拜那個菜應該就沒辦法了 - 對啊對啊對啊有時候回家什麼的 - 或是大家如果有時候可能出去旅行旅遊 - 出差之類的可能就有時候難免 - 光是有時候家裡種的植物可能就會枯萎掉了 - 對對對 - 就連植物都很難生存 - 我們可能不太適合養植物或是寵物或養小孩 - 可能不太適合 - 對對對 - 那我們的書裡面就是有提到說 - 那時候的我們其實很重視窗戶啊 - 哦對對對 - 就是說跳彎過去也希望說不要跟隔壁的建築物 - 可能靠得很近之類的 - 就是看出去是要比較開闊的 - 而且我實在是沒辦法理解 - 就是有一些房東出租的房源竟然是那種完全沒有窗戶的 - 哦對對對 - 那真的是地下室的 - 真的是太可怕了 - 對對對對 - 是啊是啊 - 那樣子其實是真的沒有辦法生活 - 對啊 - 然後看出去 - 我們現在這邊的窗戶其實也是看得出去啦 - 但是我還是會覺得說 - 欸你要看天空 - 你不如就直接走出去外面 - 然後就到戶外 - 到公園去看天空 - 好像是更爽啦 - 對對對對 - 所以其實我們待在家裡的時間是不多的 - 因為室內跟室外的空間 - 其實不一樣 - 嗯嗯 - 對啊 - 呵呵呵 - 然後 - 其實我記得那時候齁 - 雖然那時候我們在坐在大坑嘛 - 然後大坑那邊其實算是比較偏僻一點 - 就它比較接近閃區 - 對對對 - 對 - 那其實那時候我覺得窗戶也很大 - 然後外面的視野就可以看到山 - 其實是蠻不錯的 - 但有時候我覺得可能台灣交通太方便嘛 - 就是外面的大馬路的車流量的狀況 - 喔對對對 - 就是也是 - 晚上的時候也是會很大聲 - 對對對對 - 神 - 對對對對 - 就有可能是因為我們那邊的 - 比較偏僻 - 然後 - 馬路太大條 - 馬路太大條 - 然後大家就是會開得很爽 - 所以反正速度我覺得可能會飆得更快 - 對對對 - 因為如果在市區搞不好還會比較 - 比較結智一點 - 那可能也是我們會搬離大坑主要的原因之一啊 - 嗯嗯嗯 - 對 - 我覺得有時候那個車身好像你很難去控制 - 因為你去看房子的話 - 不一定能夠第一眼看到這個東西 - 知道這個東西 - 對啊我們那時候還想說 - 是不是我們的修行不夠 - 所以聽到噪音沒辦法受不了 - 不過後來還是覺得說算了 - 嗯修行不到位就算還是搬離好了 - 對對對對 - 所以有好多都要考量的呢 - 然後我們跟一年前一樣的就是說 - 我們一樣是住在一個就是鋪滿草坪的家裡面 - 這真的是目前覺得一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- 對對對 - 然後我們就不用再有瑜伽店了 - 對對對 - 對就是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瑜伽 - 然後它又夠軟 - 也夠硬 - 對對對 - 然後也不用有床架 - 嗯 - 然後會有機械灰塵什麼樣在處理 - 對 - 超讚的 - 然後就一人一張床墊 - 簡簡單單的啦 - 嗯 - 但對我們來講這個不是很重要 - 就是能夠有可以睡覺的地方 - 然後有一條棉被就夠了這樣 - 嗯不過我們的棉 - 不過我們的床墊跟棉被是真的蠻不錯的啦 - 我覺得是比在姨媽家好 - 呵呵 - 可是應該家裡的人他可能比較睡比較硬的床吧 - 還是什麼的 - 嗯 - 嗯 - 覺得還是有點差別 - 我覺得有時候其實生活也是一種緣分 - 嗯 - 還蠻適合你的東西 - 可是你可能也沒有說真的想到這麼多或這麼仔細 - 沒想到說會那麼好 - 對 - 或者是說可能去租房子看房子的時候 - 我們那時候就是頂多還是會看裡面的室內嘛 - 嗯 - 那附近的機能也不可能說馬上就很快的知道狀況 - 對對對對 - 但是後來住了一陣子之後就覺得說欸其實還蠻不錯的 - 比想像中的好 - 對對對對 - 就是到哪裡都可以去到我們想要去的地方 - 然後都非常的方便 - 對對對對 - 真的超方便的 - 真的很lucky - 你們那時候就是看這一間就決定了嗎 - 對啊對啊 - 所以有時候生活好像也是一種緣分 - 對對對對 - 強求過來的 - 嗯 - 我覺得很多的事情我們做的事情也都是緣分 - 就是突然靈感來了然後你就做 - 其實也不是說一定要經過什麼深思熟慮 - 做就對了 - 所以這本書我覺得跟現在最大的區別就是說 - 今天就過喜歡的日子要把喜歡也給放下來 - 今天就過日子吧 - 今天就過日子就對了 - 今天就過日子就對了 - 今天就過日子就對了 -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的那個會員影片 - 裡面有更多怎麼樣 - 看別人怎麼樣過日子的分享這樣子 - OK 我們現在已經講了15分鐘有點太久了 - 對太久了太久了 -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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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 - 真的耶 - 那 - 我覺得就是 - 如果你覺得這本書會讓你下一條的話 - 那可能我們的會員影片會讓你更下一條 - 可能我們的會員影片會讓你更下一條 - 但是還是可以來參考看看 - 那我們的方格子也有會員影片啦 - 就是有兩個管道 - 對 - 那而且方格子那邊還有很多的文章 - 那這些文章也是影片跟書裡面都沒有的內容啦 - 對 -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偷窺看看 - OK 那就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- 我們下一集說書見 -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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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stüt